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碗中加入一点葱花 食盐 13香花椒粉 加入30克淀粉和面粉 然后下手装成短状 捏一小块面团 整理成一个小窝窝状 盘中刷满食用油 把菠菜小窝窝放入盘中 碗中打两个鸡蛋搅散 然后倒锅在窝窝里 冷水上蒸锅 大火蒸20分钟 时间到关火取出来 切红椒切成碎丁 大蒜切成末 碗中放适量的食盐 白糖 生抽 盛醋待用 一道美味的菠菜 鸡蛋小窝窝就做好了 蘸着料汁吃更美味 鲜蛋营养喜欢就给你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请帮忙点赞转发评论加关注 感谢您的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